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 在加拿大抓捕了孟晚舟之后 中国方面抓捕了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官 他叫康明凯 他的名字呢,其实叫迈克尔 英国的名字叫Michael 那还有另外一位加拿大籍的商人 他的名字呢,也叫Michael 那位商人呢,是在中国大陆和北朝鲜做生意的 跟北朝鲜方面呢,比较熟 那在这个孟晚舟被抓之后呢 中国方面就抓了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呢,都叫Michael 翻译成中文呢,就叫Michael 我们下面呢,就说这两个Michael 或者呢,把第一个Michael呢,叫康明凯 因为这是他的中国名字 那康明凯呢,他是前加拿大的外交官 后来呢,他就不做外交官了 在被捕之前呢,他是美国一个智库的研究专家 他是专门研究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的 那北亚地区呢,就包括中国 包括这个北朝鲜,包括南韩,包括日本 包括以及这个俄罗斯这片地区的这个政治形势的 那很显然呢,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那中国抓了他以后呢,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调查 在本月19号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记者会上就公布了康明凯和另外一位Michael 就是这两位Michael,他们两个这个案件的情况 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以一个什么罪呢,是这样的一个罪 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 将康明凯已经起诉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这是19号的事 那这段时间一来呢,我们能够想象的出来 康明凯的这个家里人 他的妻子,以及他其他的家里人吧 一定是在为康明凯这件事情呢,在奔走 那另外一个Michael呢,相信他的家里人呢 也在为他奔走 那加拿大政府呢,为这件事情呢 也应该是做了很多的尝试 但是呢,很明显的就没有任何的奏向 那现在呢,康明凯已经被正式起诉了 那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康明凯的妻子 他在22号的时候 接受了加拿大的一个媒体的采访 这是这个康明凯的家里人 他的妻子呢,第一次出来公开露面 22号,他接受了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 那24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路透社又再一次对康明凯的妻子呢 进行了采访 那加拿大的媒体呢,影响力不是很大 路透社的影响力呢,是相当的大的 那昨天呢,路透社对这个康明凯妻子的这个采访 见报之后呢,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我现在呢,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康明凯的妻子,他出来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提出来什么样的主张 这个康明凯的妻子呢,他叫纳吉布拉 他表示说,法律专家已经确定了 他一定是咨询了很多的法律专家 或者他的背后呢,就有一个法律的团队 说着法律专家的意见是什么呢 如果符合国家利益 加拿大司法部长有权利在任何时候 请注意啊 首先一个条件是,如何符合国家利益 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可以在任何的时候 停止有关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而不需要等到这个法律程序结束的时候 听明白吗 就是他咨询的这个法律意见 就是说,如果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时间呢 我在讨论关于香港版国安法的时候呢 我无数次我就说 国家利益一定是一个高于一切的一个利益 任何的法律 任何的个人行为 集体行为 公司行为 甚至于政府的行为 如果你违反国家利益 如果伤害到国家利益 尤其是国家安全的话 这个是一定不能允许到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到 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 这是第一重要的利益 这是第一大利益 其他的 如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或者国家安全 侵犯了任何人的一个权利 任何一个权利 都必须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让步 这个律师说的很对啊 如果说符合国家利益的话 对吧 如果因为孟晚舟这件事情 他伤害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那你这个程序呢 就得停止 这个行为就得停止 因为他伤害了我加拿大的国家利益了 这是康明凯的妻子 他的法律专家给他的意见 这个意见呢 是没错了 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看出来 美国总是高举着一个国家利益的棋子 来说 因为他侵犯了国家利益 然后呢 我就坚决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他打压这个华为 就是打着一个国家利益的旗号 据这个博尔顿书里面介绍 他本来啊 美国人 美国的政府 人们都觉得 华为我要打压华为 我打压得着吗 他只是一个公司而已啊 他只是一个民营的公司啊 他的行为就是商业行为啊 5G不说我们比不过他 这都是商业竞争行为啊 比不过他 我们也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领先 我落后啊 但是波尔顿就提出来了一个 波尔顿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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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找到站着住脚的借口啊 我们就说 他华为 他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利益 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是一个 头等重要的大事 这是第一重要的利益 所有的一切都得为他让步 所以呢 就波尔顿 他就说服了所有的人 或者说服了大部分人 这才产生了对华为的这个制裁 川普就下令 所有的美国的公司和个人 一概都不可以跟华为做生意 因为他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哇 你这个你还说什么 那谁敢顶着这垒啊 对不对 他还用这一招呢 去说服其他的国家 那其他的国家呢 总有那些反对的 总有一些人呢 想借机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然后这一招呢 就特别好使 他如果提出来 别人都反对 就显得他非常的正确 所以呢 这招很多人都使 这招确确实实 它是一个很好使的招 那么我们反过来 我们再来说 康明凯这个案件 现在他的家属说 要求政府出来说 你把孟晚舟给放了吧 因为呢 他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利益 那我们就要说了 国家利益是什么 中国抓了康明凯 康明凯的家人 当然是希望是 你把孟晚舟放了 然后他们中国 就把这个康明凯给放了 在这儿我就想说了 中国抓康明凯 康明凯被抓 康明凯会被判 这个是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吗 康明凯 他被抓之前 可并不是外交官呀 他那会儿已经是 美国一个智库的一个专家呀 他并没有为加拿大工作 他在中国 他是一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专家 他在那干嘛 到中国干嘛 不就是在这儿观察 收集情况吗 情报吗 对吧 这怎么是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呢 这不是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呀 他在中国刺探这收集情况 刺探情报 对吧 然后呢 这康明凯还旗帜鲜明的是反中党 中国把他抓了 他不侵犯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呀 康明凯的妻子说啊 说我们是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政府有义务 把康明凯给弄回来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把他带回国 那可不一定 加拿大没有这个义务 你在其他的国家 你犯了法了 人家当地的政府 可以追究你法律责任的 你要是判了死刑的话 还可以执行死刑呢 你加拿大政府可没有权利 把他带回来 加拿大政府也没有义务 把他带回来 甚至于像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引渡协议啊 他都已经是执行了 我忘了多少年了 好几十年 每一天都有好多的加拿大人 请注意啊 是加拿大人 通过加拿大和美国的 这个引渡程序 引渡到美国 去接受法律的审判 加拿大不可能以 这是我加拿大人 而不引渡到美国 加拿大政府 不会这么做的 法理上 加拿大政府没有这个权利 更没有这个义务 所以这康明凯的 他的老婆呀 对法律呢 不是很清楚 他说我们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政府 必须采取行动 把他带回不舍 现在唯一的 他就说 你如果说是符合 加拿大的国家利益的话 那会 说实在的 前一阵子 中国呢 给加拿大 这个加税 限制进口 加拿大的农产品 这些呢 你还可以说 伤害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对吧 因为直接是影响了 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出口贸易 两个国家之间的 那个是国家利益 但是加拿大会不会 因为这个轻易的 就用国家利益 这一条来干涉司法呢 大家还记得 在去年的时候 孟晚舟这个案子 出了之后 在2019年呢 差不多七八月份的时候吧 那会儿加拿大呢 出了一个案件 那个案件呢 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公司 加拿大 魁比克省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被司法部起诉 起诉他刑事案件 这个公司呢 在加拿大 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它的雇员呢 几千人 如果这个公司倒了的话 直接就导致了几千人失业 加拿大政府 是很看重这个 如果几千人失业 对于加拿大来说 这是一个国家利益啊 那那个加拿大的总理 出头呢 就找那个司法部长 然后就跟他讲 这个利弊 说你是不是考虑一下 他这个事呢 他是影响到 魁比克 几千人的饭碗的 七八千人吧 差不多快要上万人的 饭碗的 那当时呢 加拿大的司法部长 就把这事就公开了 他就说 加拿大的总理干涉司法 把那个加拿大总理 搞得很灰溜溜 当时 他们都快要被弹劾了 那可是 那是加拿大自己的一个公司 不牵扯到第三方国家 而是确确实实 会影响到 差不多上万人的饭碗 然后都搞得 加拿大总理呢 惹了一身骚 你想想这一次 康明凯 明明是他自己 在中国犯的法 而且呢 他是为美国的智库工作的 这根本就不是 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啊 当然是加拿大说呀 中国对康明凯的抓捕 是一个任意的抓捕 是一个违法的 是一个政治事件 那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对吧 加拿大应该保护他自己的公民 不要受到这种陷害 但是 你这个事情的话 你和中国之间进行交换 中国能给你换吗 中国如果换给你的话 那岂不就承认了 我对康明凯的抓捕 就是任意的 对吧 就是任意的 因为加拿大 就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你只有以这个为前提 才能和国家利益挂上钩 再说了 假如说中国愿意让步 只要你把孟晚舟放回来 我愿意让步 我就把康明凯还给你 那对于加拿大来说 这件事情 你开一个口子 将来呢 也会是问题 你说 康明凯这个 说中国任意抓捕 以国家利益为借口 跟中国进行交涉 那以后 美国再从加拿大要人 那这些人 是不是也可以 跟加拿大政府提出来说 哎 我是被他冤枉的 那你要不要跟美国之间 进行交涉说 这是国家利益呢 所以呢 如果说 加拿大就以康明凯呢 被诬陷 伤害了加拿大公民的清白 来给他要回来的话 那将来 这个口子一开 就麻烦了 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呀 我是被诬陷的 我没干这事 谁不可以这么说呀 对不对 将来呢 就会使加拿大呢 非常麻烦 好 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